哈喽各位好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是親自下海系列 那我今天玩的呢是神羅 對上的是中國的一場對戰 今天這場比賽呢 如果你有看標題應該你也就知道了 沒錯今天我們要用城主宮殿來教訓這個 錢壓列日夢城的玩法哦 呃現在中國錢壓列日夢城已經快變常態了 可以說是沒塔我覺得因為 經常的看到 但是列日夢城其實也很講究你壓的位置 那我們來看一下神羅的開局吧 呃神羅的開局我之前應該介紹過所以 總之他開局有很多種 那我選擇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一開始的村民 先去採羊然後放教長在這邊我就不要動了 然後等第一個赤猴出來就拉三隻 拉三隻到黃金礦麥 呃其實我覺得應該可以補到四隻啊這一場 我覺得應該可以直接四隻或者是中間補到四隻 因為三隻好像有點 啊黃金會有點稍微小小跟不上 不過還可以 然後過來這邊採黃金的村民 就記得再補一個房子 然後這樣就不會卡人口 剩下村民出來就直接採羊 這個流程比較好記哦 那一開始一樣先生赤猴 赤猴先生 然後讓他上下去跑圖 不要重疊你的視野 不要自己探過的地方自己又再跑過一次 盡量都是以這個黑霧為主 把黑霧都探開 因為你一開始必須要去找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中國 中國這邊的話呢常規開局嘛 就沒有什麼好說的常規開局就是開魔方監督魔方 然後就直接開法木場 因為中國可以收稅 收稅40 手動操作回去 然後就可以 負擔他生封建的這個 費用 對手這里看來 是目前 哦也是雙刺猴 所以他他打的有夠有夠靠腰的你看 他直接到家裡頭 他的他的刺猴直接跑到我家裡 然後我運氣不好沒有找到家裡的附近的羊 你看我的視野 明明就有到這裡 但我沒有找到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被他被他偷走了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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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猴呢就 在在這邊探 然後沒有探到我還先找我自己家附近 結果被對手全部偷走了 這個你看 對手這羊真是多靠腰 全部被他幹走 我雙刺猴這一場其實運氣有點糟糕 有沒有找到太多的羊 但也沒有到很糟啦 就是 覺得還能接受就是沒有到太慘 好那家裡這邊我剛剛還沒講完嗎 反正就這邊補到 我是補到七個食物之後 就七個羊 然後之後就補三個法木 那盡量讓教長可以去激勵到法木這裡 所以不用一定要挑這麼近 雖然走路的時間也會蠻浪費的 不過激勵40%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多啦 沒有想算 但我覺得應該可以 那這邊的話就400 400食物 200黃金 然後拉4個村民 柴肉村民 然後來蓋亞生教堂 我盡量在打中國的時候 會把亞生教堂 靠後一點 不要靠在前面 他會直接烈日忘成 那你可以看一下中國這裡哦 我赤猴其實有在看他的衝殺小 我其實有在看他幹嘛嗎 我就順路走過來 然後放了 原本是我也放了幾隻羊回去 然後就回來繞的時候 我記得我就有看到他要出門了 總之 這個時代就是在升級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補一下黃金 然後 不是補一下肉 一樣補到五個村民採肉 黃金的話就一直維持三個就好了 反正就只是為了要 升級一些科技 或是手推車或是步兵加速都可以 這邊不小心撞到他自身中心 還好沒死 也就是這邊我回來 我一看到對方拉這麼多村民 我就知道他要前置烈日忘成了 我就想他可以前置哪裡 因為我的亞生教堂還離蠻後面的 我猜他應該是就會壓這裡 這邊有果樹跟路 這邊就會被他壓制 所以果不其然他是先過來這裡 黃金這邊我繼續採 能採多少算多少 剩下的村民就繼續補這個木頭 因為如果對方前壓的話 我覺得我會需要補個軍營 整個長槍兵防守也好 這傢伙還很穩餒 他還先升少戰你知道嗎 他超穩的 他先升少戰 他也不急著升時代 有夠偷 這個真的是偷到死 真的是偷到死 這個偷到一個不行 他還給我先升少戰 都不升時代 就是他等於這樣他真的很拖 他其實很拖他自己的那個 拖自己的節奏 因為第二少戰也要一百木 那你等於說你自己村民的木頭也要捐上去 就是你等於還要去兼顧你木頭的產 好這裡對手在等資源 這裡有資源了 所以他要來召烈日夢城 他決定直接壓在我的路上面 啊 我蓋完這個雅成教堂之後 村民就拉去採黃金吧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打法我看他對方這樣打 我就決定要打那個村民要塞 我來教訓一下這傢伙 先一樣先拉 然後赤猴就回來了 因為這個打法沒什麼好拆對手在幹嘛 因為他只要前壓這個烈日夢城 他因為拉了這麼多村民到前線的關係 他的資源產能一定不會比我高 至少不會全部比我高 至少我這邊木頭跟黃金的產能會比他高 那這邊一定是沒辦法打了嗎 這個黃金被他守死 我直接守三個資源 還有這邊的木頭 所以我只能拉到這邊來採黃金 至少這邊還可以 而且黑暗時代比較不怕他有什麼大軍進來 雅成教堂附近 盡量保持激勵的村民 這邊可以看一下 然後剩下我就開始補食物了 因為黃金我就維持大概六七村 就已經蠻多的 六村吧 然後我這裡知道他要過來 建少戰了 我看他村民這樣走過來 我這邊少戰一建 一建我就先拉村民過來 我不能讓這個少戰建 然後就直接兼任長江兵 就準備出來 直接燒他的少戰 這個不能再讓他蓋了 他蓋這邊就算了 我不能讓他再蓋這裡 而且他這個好像沒有蓋完吧 他好像故意留一點點 對直接留一點點 然後沒有蓋起來 就把他直接拆掉 因為如果他在蓋的話 我攻擊好像他退款 就沒辦法拿回去了 就好像他不能取消掉 然後拿回經費 就是如果已經打的話 他這邊蓋好了 要硬修了 那我就繼續燒吧 反正他愛修就給他修 等一下會控一下殺村民 那對手的赤猴在這邊砍村民 我覺得補一個少戰在這邊 防守一下 然後就派幾個長江兵 說他村民這邊就是在圍操齁 跟過代一樣 對我以為超 中國不學好學這種招 中國就拼發展嘛 大家不拼發展 對不對 好這邊就對方小賺了一點喔 他的少戰確實也殺了不少 我的單位 但沒有關係我村民也還在這 燒掉村民出來這邊就可以殺 然後這邊也是赤猴被我除掉 用村民去殺他 那這裡村民這樣出來 直接沒有控告 我就直接把他擠炸掉 我現在23對手22 所以他也沒比較多 而且我這邊會繼續追殺他 然後把村民都拉回去 這邊村民拉回去 回去繼續採木頭 我現在沒有木頭了 這補了一個少戰蠻傷的 這個木頭 補這個少戰真的很有意義 因為對手知道我在這邊採黃金 他一定會派兵來亂 所以先準備好這些東西 那這裡的話 我就拉這個村民 要到這邊採這邊的果樹還有羊 不是羊 鹿 因為我看到這邊有資源 還好啊 老天有眼 沒有讓我太難過 那兩 那那邊還有一個食物可以採 然後這時候看對手 這邊在上 準備上送草 我這邊追過來殺了他幾隻村民吧 所以我這邊村民小贏他兩隻 這邊就往前拉 就被他的四人中心射到 趕快往回 兩隻長槍就不讓了 回家防守吧 他這一個列入工程 確實是有封到我資源 但我覺得影響到不是很大 不用太擔心 反正 就是讓我多走點路 我這邊還有資源 對手應該採不到這裡 他應該不會知道我在這邊採資源 太難了 他應該會先針對這裡 因為他有一隻赤猴探了這邊 這邊有路 所以我也是先造魔方 那這邊有三隻路 都還可以採一下 採肉的進障還是比較快 OK 那這邊就不斷村繼續升級 這邊村民來到27 對方25 應該都會穩穩的 目前穩穩的贏他兩隻 等他上宋朝的話 就會開始輸他村民 好 如此 我們成功擋掉他一開始 黑暗升風的這一段期間 就比較 嗯 激進的一個前期 然後這裡的話 可以再補一個伐木草 如果現在木頭真的有點短缺 我主要還是為了補這魔方 就是 有時候流程我說的 你學流程 不是說百分之一百 你每一場比賽都可以這樣用 像這場比賽 就算我要打那個城主宮殿 我也不能說 就直接照城主宮殿的邏輯 的流程 然後直接去做 然後就覺得 我這樣做就一定不會被干擾 沒有 因為對戰就是瞬息萬變 那我看對手想要在家裡舒服發展 其實我又補兩個兼任長槍兵 然後順便拉了手推車 因為 黃金現在有點不小心過多 我只留了兩個黃金在這邊採 因為等一下上城堡 我們還是需要黃金的 不用那麼極限 呃 拉了四個長槍兵過來鬧他 因為對手這裡村民快要追上我 他上宋朝了 所以他村民建造速度會非常快 這邊鬧一下 不要讓他的資源爽爽的過 但他同時也是派了 騎手過來 那他派騎手我更開心 因為他派騎手代表什麼 代表他花了食物在上面 那我長槍兵也在他家裡鬧沒關係 反正來鬧 然後他29村無所謂的 這邊還有一些騎手 然後我長槍兵也在他家裡空 先插死他的騎手 然後他村民要砍也沒關係 四代村民也沒那麼強 能操作我們就盡量操作一下 反正就盡量鬧 然後有騎手過來就插他 現在對手30村馬追上我 因為他是中國宋朝 所以他村民產能是比較高的 那目前我這裡的經濟配比的話 一樣要先顧好這邊的黃金 雖然我現在已經夠上城堡了 但是還是要小心 那因為有哨戰的關係 騎手要燒不太可能 他要打這個建築是不太可能 有辦法打的 不要你有哨戰 OK我們這邊已經是有 進第三十代的經費了 所以我們這邊是直接拉掉 事物的村民過來 直接蓋城主宮殿 城主宮殿 生產速度百分之四百 四倍產能 可以當軍營用 等等 這個傢伙就知道了 有他爽的 這些路真的幫我蠻多的 這些路 而且這邊還有果樹 所以我等一下會在這邊再上一個魔方 這裡因為有插哨戰 所以還不錯 雖然被他殺了幾個村民 還算能接受吧 目前村民數是五五歲開 他會慢慢超越我 但沒有關係 我們等一下會拉一些長項民 過來防守 那對手中國這邊 應該就是 我看一下 哇他邵戰還生的那一個 各種那個 加成上去 起手有邵戰防守 就這邊應該就算穩固了 拉一些村民過來 採黃金 這邊的黃金暫時是處理不掉 他這個烈日夢城 不過沒關係 他少了烈日夢城 代表他家裡的防守更薄弱 對吧 他現在一定是全力發展 所以 OK 我們進入城堡時代 介紹過了這個東西 嗯 防洋兵三秒 裝甲步兵四秒 科技六秒 老練十二秒 然後重錘十二秒 鬆頭武器十二秒 神主宮殿了解一下 然後繼續砍木頭 準備不要斷 單單TC跟他打 然後一樣這邊 繼續採黃金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我的 燈坦速度 呃 該拉的一些 經濟科技還是要拉拉 像是園藝學什麼的 就有空檔還是要拉一下 然後你看這邊裝甲步兵升級的速度 幾塊 好有錢就升裝甲步兵 這幾秒就噴出來了 就是神羅式歌德 神羅式歌德軍隊 呃 派了十二個村民在這邊 採這個黃金 資源花的有點緊 那 木頭其實有點 忘記補了 要補一個伐木場在這邊 然後趕快過來 造農田 讓食物趕快登上 因為我現在等自然資源 吃完的話會有點危險 OK 沒有問題 藏那邊拉過來擋一下 我也不升兼任 我不是升那個老練 沒有必要了 對手我看他都還沒升十代 所以我這邊會有一個小優勢 我們等裝甲步兵累積到一個數量 然後記得補一個鐵匠鋼 有點太晚補了 補個鐵匠鋼 先升這個行軍速度 然後再升這個鐵製敵王 就是遠防 遠防加一點 會很有幫助 當你去推對手家裡的時候 瘋狂生產 瘋狂生產裝甲步兵 累積到了七隻 要往家裡 這趟家裡衝了 這裡騎手還想弄 還想在那邊 整場都玩得有夠偷 對手的收入是比較高的 看他中國 那幾吋 50吋我38吋了 你看 他兩個TC 然後又13秒 他那個村民術真的會爆炸多 不能跟他打什麼營運 因為我一開始就沒有走雙TC 而且他用煉絲龍神風移 不可能這樣跟他打 所以我這邊裝甲步兵 就裝甲步兵 就往前走 而且我記得雙手武器也快 雙手武器也快 雙手武器直接現場拉 拉完 直接拿出大砍 大砍刀 不是他很高啊 雙手 我先燒他村莊 不急 村莊對他來講一定很重要 因為他都是靠這個村莊 在撐人口的 燒掉的檢視 我就不相信他不來打 目前有分數 小營兩百分 這個夜日夢城不用管他 這邊也不用管他 這邊有兩隻長山兵就夠了 歐邦城主宮殿 不斷的爆兵 前線來看一下 這邊繼續燒 對手要受不了了 要衝出來了 他覺得他可以打得贏我了 這些工兵跟蘇德努 在跟我開玩笑嗎 踢死這些 小王八 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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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置我烈日夢城 我最討厭人家玩這種的 你又不是蒙古你在幹什麼 直接衝甲步兵一波衝進來 給對方骨頭痛擊 然後村莊我這邊還是想要把他燒掉 那這邊在補燒戰呢 那我還是持續做進攻 對手村民現在是五十六 我現在是四十 反正我也沒辦法去開TC 我就是趕快有資源就爆兵 你看我的資源花的也算是 算乾淨 工甲步兵在這個時代 對手還是第二個時代而已 可想而知 他也不是打諸葛弩戰術的 我的防禦完全讓他頭痛 這邊我應該是稍微沒有操作到了 但已經漏掉沒有看到家裡在 警告因為 那個烈日夢城一直在做假 就是烈日夢城會一直警告人在打我 然後就會漏掉這邊 就村民被他殺了一些 我這邊是釣到三七村 對方五十八村 對手經濟是很好 那沒有關係啦 他軍隊出來也要時間的 我看對手的資訓建築 一個馬舅一個射箭廠 進來先砍他的帝國官員 有村民砍村民 然後完全無視他這些 完全無視他的劍塔 完全無視他的市政中心 然後記得先燒第二個市政中心 第二個市政中心攻擊比較爛 只有第一個市政中心好像只有 好像只有第一個市政中心有配手槍吧 走衝 第二個市政中心都是比較脆弱的 所以先打第二個市政中心 你看中間這裡 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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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間斷的裝甲步兵 一個一個往前送 155血的高血量 還加上升了雙手武器 重錘我就不升了 對手沒有中風單位 所以沒有必要升 家裡的話 注意喔 這個 亞森教堂旁邊的農田 一定要這樣蓋 星星向榮 星星向榮 先把他的第二個市政中心燒掉 那對手 這裡我看有60村了 他村民還是一直在照 沒有要斷的意思 現在趕快再拉一些科技 升單位 然後硬拉村民過來修理 我這邊覺得我以為我燒得掉 結果我 靠腰鎖血沒燒掉 不過這邊的 後續補上來的裝甲步兵一樣 這真的是鎖血 鎖爛 喔喔喔喔 燒不掉燒不掉 很痛很痛很強 很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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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我可以把他燒掉 結果不行欸 村民真會修 直接拿裝甲步兵 操他 沒木材 沒木材 他村民都不能工作了 空有60幾個村民 但沒有用阿 我村民現在比他少 但我軍事單位比他多 所以這裡對手 村民一個一個倒下 他這邊還在撐 不用管他 這邊就 基本上已經贏了 基本上已經贏了 現在就是教訓他的時候了 其實我真的蠻討厭 玩烈日夢城這種戰術的 雖然大家會說 這不就是 遊戲的一環 對沒錯啦 是沒錯啦 我個人不喜歡嘛 你們可以 你們可以接受我沒有關係 我只是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玩中國 不會去玩這種 我覺得中國就玩其他戰術也很強 用這種偷的偷法 其實你會解就解的掉了 就是欺負那些不會玩的 我覺得不太好 雖然這招很強勢阿 這招確實是連高手公認的強勢 那你插隊地方真的很強 而且打神魔真的很容易被他插到這個 雅成教堂旁邊 所以你一定要顧好自己的雅成教堂 好啦剩下裝甲步兵就收割時間嘛 那 呃護甲這邊我好像是不是 喔這不是我 護甲我應該要升級喔 然後攻城攻城我也升級 因為不要 我不想去硬燒他的私人中心 穩一點 穩一點我就先照衝撞之後 等下從下面往上打 然後後方繼續出來的 裝甲步兵就去打他上方這裡 你看這裡 你資源夠的時候 你覺得你的裝甲步兵會斷嗎 這個城主宮殿在這邊狂升 旁邊邊耕田然後邊產軍隊 喔好爽 一直升一直衝 這才叫步兵的榮耀 神羅是不是就要看這個 沒錯 好啦 這邊最後對手投降 啊就這樣結束上比賽 OK 剛剛這邊記得給這比賽 一個喜歡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點個讚支持一下 我們之後也再帶來更多CD我 4的對戰 或者自己親自下海或者是一些開局流程的介紹 總之今天這場 就跟各位介紹一下神羅的城主宮殿的一個打法 當你被對手烈日夢城塞臉的時候不用太緊張 先去看一下你資源要去往那裡調度 不要被流程 給蒙蔽的雙眼 就沒關係的 對手這樣打他自己也會有一些經濟損失 因為他畢竟要畢竟要拉很多村民出來 他不敢拉很少 如果他拉很少我看到我會直接把他給村民給直接產掉 這樣他會更更虧 所以通常前置烈日夢城都會拉比較多的村民 他拉到剛剛不知道幾隻哦 不知道四隻還六隻哦 我覺得是蠻多的 那就不管他 前期會被他打的比較灰頭土臉一點 而且沒關係 那因為我們神羅有這一招 有這一招 有直接在上層的時候打一個 突擊 直接把對方塞滿臉的裝甲步兵 非常的痛快 結束這場比賽 那這場比賽給各位參考一下 好那今天影片就跟各位在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的 10帝帝國4的對戰哦 我就一樣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